这就是传说中的肥头蛋 这小半朵 跟我耳朵长得好像啊 它的肉质比较Q弹 空嘴胶有点甜甜的 这个木耳我平时都拿它作为一个代产 直接蘸那个芥末辣根 肉质特别厚实 它不是咱们那种就是在外边买的一种木耳 泡完之后 整个煮它都脆不冷的 像不辣乎似的 硬硬的 这款木耳是我刚泡好 没用水煮 用这个一小把泡出来的一小盘 溜个白菜片炒个黄瓜片 我觉得这样吃是最好吃的 你还没耳朵啊 哈哈哈 对哦 对哦 是的 对啊